大家好我是山豬公 今天一樣來玩三國志幻想大陸 如果你是有把體力買好買滿 加上課金的體力包也都有買 今天應該可以50等了 那我就來介紹一下50等該做些什麼 注意些什麼 有一些新系統的開放 再來分享一下我的戰力以及推觀進度 請大家先幫我一個訂閱 開啟這樣做出更多遊戲介紹及攻略 好 開始吧 首先還沒看過我之前影片的 趕快去看一輪 前面有很多很多的小技巧 包括上一集的這個營地的調整 可以順利讓你再提升幾千的戰鬥力 呂布跟張角的通關心得 戰力推薦也都有講 接著有些人說為什麼 接著有些人好奇我課金程度到底多少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在商城的建設這邊 這邊有這個積分 也就是你課金課多少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積分是480 只解鎖了三個 畜牧場都還沒解鎖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儲值金的這邊 480就是在1690跟3290中間 所以我大概就是課了兩千多塊 包括月卡 包括每日的體力 全部全部加起來 大概是兩千多塊 兩千多塊算是奈米克吧 是吧 那基本上我介紹的東西 無克跟奈米克絕對是可以適用的 那再上去的中克大克也是都可以用 但是就不用這麼斤斤計較 榨乾每一滴戰力 那首先講到我們今天達到50等之後呢 開啟的這個右邊的這個小兔子 這個兔子呢 一開始只能幫我們加速 戰鬥加速 那50等之後就開放了厲害的功能喔 這是這個遊戲我覺得最大的亮點 這些日常任務全部都可以幫我們一鍵執行 有行點點讚龍舟上傳 接下來我們滑到底下 岩武這邊也可以自動幫我們報名 商店也可以自動幫我們買 體力跟精力十何都可以全部一鍵購買 那其他的功能呢 探險55等 武將拜訪55等 皇天65等 赤壁60等 但是赤壁其實就有自動戰鬥的功能 那個已經很方便了 天下試煉 這個是新開啟的東西 等一下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家園55等 軍團55等 然後按下一鍵執行 就可以自動幫你完成了 所以這個遊戲大後期的話 比較基礎的玩法 這個一鍵就可以全部搞定 這個功能就是為什麼 這個遊戲被大家稱讚的原因 真的非常的輕鬆非常的好用 再來我們看到 招募的三顧茅庫 這個也打開了 那中間可以讓你選武將喔 那我們看一下機率 可以抽到將魂 神斷石 冰魂跟心願武將 心願武將是5% 其實沒有很好中啦 但是呢 他保底30抽 再來就是你可以選 SSR或者是SR 或R卡 那這邊他這裡寫的非常的複雜喔 簡單來說就是你抽到SSR 就是60個碎片 SR就是給你90個碎片 R卡就是給你120個碎片 所以就看你自己需要什麼 去選什麼 那當然是選SSR 我會覺得比較划算啦 R卡跟SR 武將招募那麼好抽 對不對 所以我這裡是直接選 司馬懿 那一開始只要在10次 就可以獲得心願單的武將 所以我這邊已經有11抽了 我們來抽一下 古抽招募 喔還有動畫 吃馬懿 喔還有張飛的將魂耶 水喔 在招募5次 GO 把它抽掉 哇一堆將魂 這個將魂可以幹嘛呢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我們在支援的將魂路這邊 就可以把它進行裝備 這個就像是一個收藏品的概念 你只要把將魂裝上去 就可以獲得指定的能力 那我自己都是建議從這個攻擊 先去啟動 直接啟動 它有分好幾張 有不同的武將 不同的收藏品能力 來看一下 攻擊 收藏 再來防禦 喔張飛 收藏 加的屬性其實也是蠻多的喔 那除了這個攻擊生命防禦 還有這些 對某個陣營 抵抗或增傷 的屬性以外 還有這個怒氣的加成 怒氣的加成可以讓你 受到普攻 或者是基礎怒氣 或者是美式普攻 都可以進行回怒 那回怒就是 你大絕可以開得更頻繁更快 那這個其實非常的好用 但是呢 它的條件都非常的嚴苛 都是金色的 其實是蠻難湊的 我建議大家可以後期 再去把它進行收藏 因為我們左下角 這邊有一個蟲子 蟲子按下去 啟動過的這個將魂 就會全部還給你 是無損返還的 但是會有CD時間一小時 所以你真的湊到那些武將之後 要開啟這個怒氣加成的話 還是可以重新裝配上去的 那初期比較少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 那無克奈米克還是先以攻擊生命防禦 去做裝配啦 那你收藏之後呢 陣圖值會加1加2 這個只要超過30 就可以覺醒一階技能 我們看一下 全體武將會神兵減傷加10% 所以你這個收藏的越多 技能就會啟動的越多 而且每一張都有不同的陣圖技能 那左下角也可以看到總屬性跟排行 那這個將魂還可以從什麼地方拿到呢 只要到50等 我們就開啟了這個天下失戀 天下失戀呢 有分很多個關卡 那一開始開的是衛國 再來是屬無群 那是後幾天會開放的 我們可以看到 每日只能獲取20次的通關次數 實力不足或者是沒有上限 未使用的通關次數 將永久保留喔 所以你今天沒打 明天就會再累積上去 這個遊戲真的是各種佛 那我自己是全打完了 那沒關係其實都蠻會掉降魂的 所以這裡也是一個降魂的 主要的取得來源 那挑戰也有機會獲得這個降魂的精華 降魂的精華可以在商店這邊 直接去兌換你想要的降魂 缺什麼就去換什麼 再來最中央的地方 這裡還有一個名將歷練 名將歷練就是每天會隨機3個名將讓你歷練 就是可以獲得右下角說明裡面的這個東西 那當然是金色的 橙色的會比較好 每天可以得3次 但是底下這裡還有刷新 可以花50鑽去做刷新 我自己是有刷新 有刷到金色的 所以就看大家賺量夠不夠 那這個降魂系統就是給你一個戰力的大提升 所以我昨天大概150萬的戰力 現在已經到165萬了 那晚點如果再提升有機會到170萬 那提醒大家一下 兌換商城的這邊 這個榮譽勳章大家應該又滿3000了吧 3000的話大家可以再去買 橙色神兵的碎片 買滿之後 這幾天累積的決戰吃壁 的這個碎片應該也快30了 所以我自己湊一湊也有60了 我會把神兵換出來了 也就是我之前講過推薦的弓 弓跟弧都是蠻好用的 但是呢 大家接下來第三個的選擇 就要注意囉 我們看到左下角的神兵共鳴 這邊我們神兵是可以有組合的共鳴 像是羈絆一樣的東西啦 像這個弧跟槍一起啟動 就有一個共鳴 身心升上去會更高 那這弓也是 那最中間的核式幣 他是自己就有共鳴囉 所以課金的果然不一樣啊 那如果是我的話 在不課這個核式幣的情況下 我可能會去開這個盤龍斧 讓弓的這個暴擊提升上去 那其實我有看到一些人選這個扇子啦 其實扇子也是單體的高傷 而且可以把敵方50%的怒氣 轉移到自己怒氣最低的單位上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扇子也是蠻好用的 而且只要一個金色 一個紫色就可以開啟共鳴 那我這個主線推到49支持 黃天祕境卡在436 那目前的提升是長這樣 裝備戰魂 好啦 那如果你課金程度 是這種維克奈米克 還沒達到我這裡 可能還要再努力一下 那無課的話也可以照著我 這集跟之前講的去做提升 那有什麼新發現 還會跟大家再做分享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拜拜